中共中央政法委4月7号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最新组成人员 由11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政法委的阵容正式亮相 那么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继任政法委书记 这就打破了以往是由中共常委来出任的惯例 因此外界认为呢 中共当局对政法委的安排出现了新变化 而这个新一届的政法委在总体人员上又有什么变化呢 下面就带您来了解一下 经过去年中共十八大及今年全国两会两次大的调整 新一届政法委阵容的11人之中 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郭升坤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其余7名委员中 则包括5位政部长及高官及2位现役上将 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 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 司法部部长吴爱因 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兼副部长李东升 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上讲 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上讲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兼中央宗旨办主任陈迅秋 已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胜俊 不再担任政法委委员 但已经调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周本顺 则仍然保留在政法委领导层中 预计后续将继续调整 中央政法委书记过去曾三度 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 去年18大之后 孟建柱继任政法委书记 改变了这一做法 因此外界有舆论说 中共适应民意 而使得政法委出现了一些变化 不过时事评论员刘启昆认为 并非如此 政法委是共产党的 暴力镇压机器的一个指挥机构 这个暴力镇压机器的指挥机构 对于共产党的生存 对于共产党的统治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人民群众对政法委是痛恨的 所以政法委的负责人 官职大一点 官职小一点 并不是老百姓人正关心的 这也谈不到什么老百姓同意不同意 什么符合不符合民意 中共中央政法委 是中共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 从宏观上组织领导公安 国家安全 司法 检察院等各政法部门的工作 并指导各省区市政法委的工作 中国不少老百姓及民主人士 一向是政法委为敌人 民间要求取消政法委的声浪不断 但是刘启昆指出 在中共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共的专政机器需要它来协调 而时事评论员林子旭分析 政法委的变化 说白了就是背后当家老大的人选的变化 本质上没有任何改变 真正掌控政法委的人 还在政治局常委里面 政法委出的级别虽然有所降低 但是新一届政法委依然是涵盖了 这个公监法刺等所有的 对民众实施专政的机构 它对中国老百姓专政的这个能力 一点没有减弱 有人说这个周永康下去了 政法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这些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有报道宣称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的掌门人 周强及曹建民 都是著名法律院校毕业的法学硕士 这也是两高首次出现双硕士局面 因此 新一届政法委阵容 兼顾了法学科班出身的官员 与政法一线实务干部 但刘其坤观察分析 目前的变化 绝不是当局要对人民实行人证或者是政改 很可能是由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 以前周永康他是政治局常委 他政法委管公监法 同时管武警 这样他手中的权力过大呢 这可能别的政治局常委 甚至党的总书记 认为对自己的地位 对自己的权力是一个威胁 因此到这一届 那么政法委书记 他的官职降低了 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从党内权力斗争 从党内权力分配 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林子旭指出 这些年政法委在镇压民众的过程中 不断作大 成为了党政军三权之外 博有实力的第四权 这个权力最终也必然要归到中共党魁手中 因此下面的政法委书记 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